晒被子后的太阳味,是满虫被烤焦之后的味道,其实满虫不怕曝晒 今年的冬天40B往年的要冷一些,特别是南方 几次突破最低气温,一到冬天出太阳 南方人都会不约而同的拿出被子放在太阳底下曝晒 晒过之后的被子不禁暖洋洋的,还散发出一种微微的焦味 有人美月齐名的称其为太阳味 要有人说这是被子里的满虫被晒焦的味道 但这种说法多少会引起人的不是 因为很多人都会喜欢这种莫名其妙的味道 每次摄完被子都要深深的吸上几口 倘若真的是满虫晒焦后的气外,但难道不就是在吸湿气了 满虫是一种微小的节肢动物 它遍布人类日常的生活中,有可能藏在枕头上,被子里 甚至是我们的脸上,头发上,背部,可以说是无所不知了 满虫的体型通常在0.5毫米,甚至是0.1毫米 这让我们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其实世界上是近为止发现了5万多种满虫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满虫是对人类有害的 比如吸吸我们的血液 躲藏在我们的毛孔里,造成皮肤搔痒过敏等等 其中分布最广,最常见的就是尘满 它极小的体型,随处躲藏于我们的被子 沙发,地毯等上面 主要的食物就是我们人类脱落的皮屑 我们每天脱落1.5克的皮屑就能养活100万只尘满 而这些尘满就是我们晒被子要除掉的满虫了 尘满的主要祖虫部分是蛋白质,脂肪等有机物 有专家做过火烤尘满的实验 其味道类似头发烤焦 跟我们平时闻到的太阳味完全不同 更何况是,在冬天一床被子就算是在太阳底下暴晒 其温度也就大概在20-20摄氏度左右 这样的温度比人的体温都要低 继续在人体表面上的满虫都没有被烤焦 怎么可能会被太阳暴晒后的被子烤焦呢 所以说,太阳晒过之后的被子是烤焦的满虫弯 是乌鸡之痰,那问题来了 这一股味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不仅我们好奇,专家们也好奇 经过研究实验 他们发现被子这种纺织物 在经过太阳的照射下 会对光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被子里的布料染料,柔软剂等等 在太阳的照射下吸收紫外线 然后发生反应,会发出化合物 散发出一些独特的香气 除了这些味道 当然还存在着被子上残留的洗衣液 肥皂和我们皮脂粉尘加血的味道 这些味道混合起来 会让我们感到心情一跃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闻晒过的被子 会产生温暖安心的感觉 既然太阳晒过之后 并不是满虫烧焦的味道 也可以说明其实太阳并不能晒死满虫 那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让人讨厌的满虫呢 首先,我们要对夏蕾建议多通风 满虫喜欢湿润较闷的环境 多清洁布料用品 多打扫环境 保持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这些都可以一定程度上消灭满虫 或者远离满虫 其次,有条件的家庭 可以购买专门的专业的储满仪 可以很大程度上消灭满虫 倘若没有储满仪也没关系 可以在容易刺生满虫的地方 喷一些储满喷雾 但要定时喷 因为满虫的繁殖速度是很快的 你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的出满吗